通常那些问题 就可能很水的一些问题 吃饭了没有 你吃饭了没 你来这里干什么 所以我其实觉得 批判性的问题 反而非常给他们去加分 因为很多时候 没有人会在意你 想要表达什么 或是去理解你 或是去体谅你 或是对你有兴趣 所以我是这么觉得的 接下来将接受面见的 舞台歌手是 卓海豚 请前往端战监 来吧 加油 加油 海豚怎么叫 去吧 少说话 想清楚了再说了 老师们好 哈喽 聊聊 从Voke5 怎么变成了卓海豚 上次做完节目之后 觉得应该还能更好 所以我特想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解约了 和钱公司解约了 没活 有活但是 是没有钱 大家要看得到知道吗 那时候的状态 我不知道这怎么能播 但是 那时候的状态是 仿佛我们 在上升期 然后也上了不少的综艺 然后也发了小三十首歌了 也有固定的粉丝 固定的观众 然而 我们有两年的时间 没有拿到一分钱 我们甚至是去以乞讨的方式 和他们说 我付不起我的房租 可以给我一点钱吗 其实我们一开始其实 我二浩帆十八十九岁的时候 就来北京 那时候做出的选择就是 无条件地相信 然后会进入到一个思维模式 就是他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在为我们着想 所以很多不对的事情 我们也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 哪里没做好 才会获得这样的结果 一直到二零二二年 我们慢慢长大 就慢慢才发现到 其实原来这个世界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样 就把解约合同发给他们 说你们违约了 我写了三十首歌 你一毛钱都没给我 我现在我也唱不了 我写了歌 那就走了 坐飞机 坐飞机回家 我不断地在思考就是 我这么选择到底对不对 我浪费了四到五年的时间 我从十八岁我就 大学没念完 我觉得说我要去 追逐我的梦想 我这些时间 到底对不对 对 然后其实原本 我连那个烤肉摊都找好了 要去改行了 然后刚好 好不然就打过来说 要不要继续继续玩一下 觉得还是想要坚持一下梦想 然后就回来 哇 这个 这很惨 我真的 他们很好 我喜欢 我喜欢 我们也都喜欢 你听到他们的故事 我们都喜欢 感谢所有的媒体团 舞台歌手卓海豚 面见结束 所有媒体团 我想要最后再问一下老师们 就是 因为刚才其实老师们 也给每个嘉宾们 给出不同的建议 我也想 让老师们给我们多一点建议 因为其实能够像和大家 这么直接地交流的机会 真的很少 其实我跟你俩聊天 觉得你俩在舞台上 稍微有一点在装狠 你俩其实是挺柔和的人 就是我一直想聊的 就是这一个概念 就是你俩虽然穿了皮夹克 戴上墨镜 你俩一看就是平时很平安 很柔和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相信你俩 可以玩更多的音乐风格 那个时候一定会比现在 舞台上会更放松 更自由 就做出自己就行了 对 谢谢 谢谢 现在我明白 为什么蒙梅奇 给了她所有的点赞 现在我明白 是的 我也同样 我也同样 我也同样给她所有的点赞 我也同样 对吗 我第一次听你们的经历 然后 当时就是 我不知道 让她去做 然后我觉得我给的分 给的更值了 就是看她做 然后多多多学习 接下来 各位舞台推荐者 可以自有分配 在红星推荐环节 获得的实力值 帮助你欣赏歌手 迈进总决赛 我有四十分可以给 所以有只有五个赛 赛 所以有五个赛 所以有五个赛